好,各位中四同學,大家好 剛剛今天就給了一份功課 但是這份功課,其中一條其實我帶了一個升的,那條29條 基本上一比的時候,其實也有一些同學已經馬上問我了 因為其他的題目其實真的很容易 是唯一這條都會覺得比較難的 其實事實上來說,這條真的對一般的中學同學來說都是難的 因為起碼我教了這麼多年書 我都發現了,其實這條我都沒有那麼容易可以表達到給學生 甚至,你說在我以前功力未夠的時候 你要我去,在無無準備之下做這條的時候 我都可能會掉落,可能我都會做不到 所以其實這條其實有分難度 但是當然,為什麼我以前或一些同學都會覺得這條數會比較難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會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認為,其實同學很多時候都是受制於本身本書 所給你的一些資料,困住了你的心態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你覺得其實你做圓形裡面 所有的 properties,或者所有的東西都要跟回本書 給你那些資料去做 例如,最簡單的是我們講angles 我們會有angle as standard choice,angle as circumference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angle in the same circle 之餘主理那些公式 或者那些資料去做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你就會跟回本書給你那些資料的圖 那個樣子,然後就對應 會不會你這條題目的樣子和那個樣子一樣 所以你就會apply那條色下去呢 即是,once你的圖和你本身本書印給你有不同的話 你就可能會覺得困難了 第一,可能要將你現在的題目的圖 轉換成他的圖,那裡可能要花一點功夫 第二,最主要我會看到的東西就是 很多時候你們都會想著 如果那個圖跟本書的樣子完全不同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不能用得呢 這個很多時候就是你們會覺得難 也會覺得,哇,原來這樣做 這麼難想的地方 所以呢,由今年開始 可能我自己因為停課 所以其實我多了時間去真的去理解 去看回我現在所教的是什麼 也都多了時間我真的可以上網去看回其他國家的經驗 我不是真的說我們自己是香港補不製 不過有時候我也會覺得,尤其是香港 在數學上面,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想都是關於我們一些數學前輩 或者一些資深的數學者 很多時候他們都仍然於一些他們以前既有學過的知識 很多時候都會限死去 例如我之前說的那個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其實我都會覺得這個字 可能對你們去學這個firm 會很難理解 因為很多時候你們都會在segment那裡著墨 但如果你還記得我講過 其實你看angle 你不應該看segment 因為你看segment其實你看不到什麼 但當然我估計為什麼一直以來數學 即是香港的數學 或者一些國家 英國、美國會用這個字 就是因為segment這個字 其實在早已幾千年前 在歐記里德講的幾何原本裡面 尤其是他講這個圓形的一些角的特質裡面 是用到segment這個概念的 但都是那一句 這個幾千年前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說現在有問題 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其實可不可以跳出這個框框 看多一點點呢 即是我們不是說 每次都要跟幾千年前的做法 我們也可以改良幾千年前的一些想法 去做得好一點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我講第十課裡面 即是那個angle in the part 我很著脈 也都講了很多次 因為我英文講 可能你未必會得到 所以我今天都希望再用廣東話講多次 順便去解釋這條29條應該怎麼處理 首先來講看這條29條線 那這條29條就是有一個半圓形 那個半圓形就是A.C Boy 這個半圓形 然後我們就畫了兩條線 那條線很搞笑的 就會插了出去 相交於一個external point 就是一個在點的外面 叫做T 這樣就畫在T的位置角是18度 同時之間就給了兩條cord 即是BC和CD是一樣長的 那現在呢他就想問你的angle CBD 即是BC和CD是多少 即是好像現在這個圖所示的紅色 那樣 那其實呢這條數呢 你們會覺得難的 因為呢你會發現了 就是說 如果這條數你單純 只是用那些freedom的話呢 你其實只可以用一個一個 就是Asus Triangle 而Asus Triangle那個呢 基本上都不 就是看衣服問 你都不關我原型的事 即是你會立即看到什麼呢 即是你這條數你第一時間 你第一時間用地式筆 你第一時間看到 這個 其實跟那個 紅色一樣的 那這樣就停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你就發現了 喂 好不行喔 所以你就可能會想著 喂 加線 這樣 那其實你可以怎樣加呢 那你就可能會想到 會不會把AD 即是AD連起來呢 因為你AD連起來 不 我現在嘗試一下 在這個圖上直接加給你看 那你加了那條線 那你其實你發現了 就是說 如果這條角的話呢 其實你 跟藍色和紅色 都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那所以其實你發現 你加這條線好像沒什麼用 那不如我解釋了 不這樣加 那你也可能會說 那會不會有機會是加AC呢 那其實你加AC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了 就好像有所謂我們在本書學的蝴蝶形 因為你看到 DCBA有一個靠叉在中間 那你可以想著 會不會把藍色的角力飛去 就是這樣 那你其實 這樣做 其實你都會覺得有點煩 因為你這樣飛了過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了什麼 你會發現了 就是再加上一隻角 那你可能 會不會有機會可做到 那其實我沒有說 做不到的 livres來來說 你最後應該都會做到的事情出來 所以我市面不解釋你做不到 那只不過 這條數如果你其實第一步去做的事,尤其是如果你對於加線的方式是不熟悉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很困難,因為其實你不知道第一步你要加了什麼線 也不知道加線之後你的目標是找什麼角色 也不知道其實你找這隻角色是可以直接找到它出來的 還是可能你要在加線之後,在某些形狀,你畫了三個形後 在三個形狀,三個圖,設一條顏色,而在那條顏色才能夠計算出來 這對於你們來說是最困難的 所以如果你還記得我們講角色的時候,我其實是講了幾樣重要的東西 這裡我希望大家落足以來聽清楚 首先我想再強調一下,其實我們講什麼叫做角色呢 其實所謂的angle,我們是講兩條線之間的所謂的width 那我們怎樣定義width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條曲線,你定義width 但是你們就說,阿sir,可不可以用一條直線來定義width 其實沒說不行的,沒說不行的 其實如果你兩條直線,我用這條線 就是用這條線,這條線,這條直線 你定義width之間的所謂的角度 其實沒問題的 但是你會發現了為什麼人們不用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如果當你的線 你抹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了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增長和增長的率不同 變化會有不同 因為其實這個直線的話 如果我們都學過,我們現在都學過Circle 我們都學過Circle 我們都學過Circle 就是講一下直線 它是順著什麼? 是順著這條線的 OK? 那就是說你在一個Iso triangle裡面定義的話 你就會定義這條線的 但是你還知道,如果你定義這條線的話 其實它的Ratio不是成正比的 所以當你抹得闊的時候 可能你的線就會拉得很長 就是它比你本身拉闊的速度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會用一個弧長 就是用一個Arc 去定義這條角的Size 這個也是我們在M2裡面 Radiant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講其實我們講 那兩條線之間的角 那個Mesh 就是多大呢? 其實是講它對應在單位圓 就是Uni Circle 就是半徑1的圓形 那個弧長在這裡 OK? 所以其實用圓 就可以成為這個很重要的東西 OK?明白嗎? 所以你明白就是說 如果我們講 在圓形上面的角度 其實就是單同於你說的角度 對應的弧長 因為這兩個應該是一樣的 如果單位圓1的話 如果他們的弧長不一樣的話 就是說他們可能以倍數 相似去做個轉換 什麼是相似轉換呢? 例如很簡單的道理就是 如果這條邊 當半徑A 這個是單位圓的1 所以我們就會有 這條的弧長 和這條的弧長 就應該是A比1 這個就叫相似 就叫相似 就是所謂的兩個相似 就是同一個比例的放大縮小 這樣 所以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基本上你去解決 任何的圓形上面的角度 其實都非常之簡單 例如你還記得我們說過 首先來說 如果 是一個圓形 OK 這個也是我上次 在所謂的圓形 就是和MZ和講的 MZ和講的圓形 都跟大家說過 就是說 如果我們 所謂 用回 Radiant 就是它那個叫 弧度的概念 Radiant的概念 如果我們說這隻角 叫FETA 對應這條 Arc 叫X 當然 當然 我們如果 當然要定義它是單位圓 所以 這個半徑是1 所以我們就 其實可以直接 定義FETA 就是等於X那麼長 這樣做 所以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 properties 例如最簡單 就是說 如果你在那個弧 Sorry 畫得好一點 如果這個弧 那裡 就是這兩點 例如我叫做AB 在這兩點裡面 那個弧 如果它的隻角 不是指向原心的 是指向 隨便 在弧 以外 的一點 例如 我叫C 即是說 你有一隻角ACB 就是這隻 那我們就說 其實這隻角 如果你有印象 我們就說 這隻角其實就是等於2分之1X 為什麼 因為 它和AOB應該是 差一半的 這個就是所謂 AOB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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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要記住 其實這個是 建基於 它本身 用 AOB應該是 AOB應該是 去推論出來的 去推論出來的 所以其實 你要明白 其實如果 你獲得到這個想法 其實所有數目都很簡單 去解決 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 如果我們再 推多一點 例如 如果 在一個 圓 裡面 如果我們去 畫一些 角 出來 例如 這樣 你要記住 那兩條角不一定要 要對稱 所以我畫得誇張 一點 這樣 你會發現 我連圓心都畫到 我們就說 其實 兩條線之間 可以夾到角 例如 這個叫做 其實 如果你還記得 我們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就可以 用 上次 講的招 如果我們定義 這個位 叫做X 然後 小 那邊 你碰到的兩點 叫做Y 為什麼拿這兩點 就是因為 你看到這兩條角 就是這四點 就是 紅色 X的壓的兩點 以及 藍色 Y的 壓的兩點 出發 所以我們就用這兩點 所組成的壓 我們就會說 其實這隻 FETA 如果用回 Radiant 即弧度去定義 應該是 X加Y除2 OK 而這個 其實我們也做過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你可以 加一條線 連在 另外兩點 五度 因為其實你現在四點 你連了兩條線 你便可以 在 對兩個壓的線 拿到點力去對 所以你說 你會有 這隻就是二分X 那這隻才做到 這就是二分X 所以你也是用 三個人 XDVN TRIANGLE 你就可以調整到 原來加上了 FETA 這裡其實也講過 甚至就是 我們也會說 如果那條 那條不是Code 因為 遲些你會說 那條其實有條 名叫SECT 我們叫這個 割線 SECT 中文叫割線 不是叫切線 因為 在素上面 切和割是兩種 總之你叫做割線 割和切是不一樣的 雖然中文切割 切割成這樣 但是在素上面 割和切是不一樣的 OK 那什麼叫割線 即是說 如果一條線 是 so call 飛出去 即是一條線 你可以當在外面 切入圓形 OK 例如這樣 這兩條都叫割線 兩條SECT 我們也可以說 有這個FETA出來 其實也對應 這兩條割線 這兩條SECT 就會割到圓形 每條割線割到兩點 除非它剛剛碰正 那種叫切線 遲也會改 也有第十一科 會改 但如果割到兩點 我們叫割線 割到兩點 你也發現了 一條線割兩點 那兩條線割四點 所以四點又定義了兩個壓力 例如這個叫X這個Y 這個其實我們也做過 這個也是做過 但當然這個我還沒開估 所以順便開關估 這個應該是長的壓力 減小的壓力 就是減 其實這個也很簡單 你其實有畫過 那條線已經做完了 那你又做完 那你又做完 這個我又不說了 OK 那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你 其實要得到這個想法 是可以的 所以其實你要明白 就是說 即使你的角在外面 其實它都會跟 本身的圓裡的 圓裡的 圓裡的一些長度 是成比例的 雖然它未必是跟 一條圓成比例 例如很簡單就是說 在這麽單純情況 如果你在圓形上面 那個圓圓 在一個中心 或者在一個圓圓上面 就跟它對應 那個 substandard圓 成為一個比例 OK 那如果它是 在圓形裡面 在兩條角鎖上 甚至是 被兩條 是一條second搬出去的 它也都會跟 它本身 那兩條 兩條線 那兩條角鎖之間的 圓圓 或者那兩條second之間的 圓圓 它的加減 成一個比例 那所以其實你 得到這個 idea 其實整條數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得到這個 point 其實你就會覺得 不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再想到 另一個例子 我們回到這個時候 我們再想到 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次 給你這個數 例如 現在有一個圓形 那當我交叉位 就是一個 center 這樣 然後現在 我就很搞笑的 你看到這裡 有幾條直線 畫得不太好看 但其實有1 2 3 4 5 6 7 OK 那這七條很搞笑 我故意一筆畫過 就是說 其實你 4 3 4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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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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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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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6 7 7 8 6 9 9 7 9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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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要记住逢出一只角一定是两条直线 你没有两条直线可以做到一只角 而这条直线最终一定会碰到圆形 因为你的直线可以无限延长 除非我两条直线是在圆形外 没什么说 但如果你的直角本身是在圆形内 那你的线是在圆形内 所以你怎样都会碰到两点的 例如你看到这次是这里 所以你就知道那边对应这个额 同样道理就是 如果是C的话 这个角就是这个额 所以你看到就是 其实这个ABC 就是对应现在的红色、蓝色和绿色这三个额 而最重要就是这三个额 基本上你发现了这三个额 加上其实就是exactly exactly是什么 就是这个圆形的一半 你看到本身你去到这个位置 刚刚红色和绿色是怎样 它中间就是exactly 就是它的直径之间的特别量 所以其实这里是很简单的 基本上你知道半圆形 所指的角一定是90度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angle in semicircle 最重要的角度 很多时候你就会想着 就说那你大米特就是直角 其实最重要你要想清楚就是 除了大米特给你直角之外 最重要就是大米特的背后就是一个半圆形 半圆形的额 或者直接整个半圆形 所以半圆形它 它所对应的角一定是90度 所以如果你把半圆形斩开了做几份 不一定等份 每一个对应一只角 那这些角加上都一定是90度 所以其实呢 我这里呢 我都很希望强调就是说 當大家的理解,尤其是你出去補習 去理解Ngly Semicircle的時候 你可以多問你一些補習老師 Ngly Semicircle不一定是打滅頭對著你的角度 你的角度是可以分開的 那你說阿Sir我不相信你說的 你不相信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就嘗試去這樣做 例如這個角度這樣,其實我可以做些功夫 什麼功夫呢? 就很簡單 例如這隻是B 我看到的額就是這個藍色 其實我可以不把B放在這裡 我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這隻都是B 為什麼? 因為什麼? 因為Ngly Semicircle 這個就是Ngly Semicircle 例如是想著A和C 只是看回現在的黃色線和那三條色線 這個會不一定 那雙點是B OK 同樣道理 如果我們說那個C Angle C 那你用綠色的亮點 就是綠色的亮點 那你就把這點連起來 對嗎? 所以你發現了 你現在 你這個位 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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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 我先用一支 綠色筆畫 這個位 就是剛才你的C 對嗎?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你有嘗試 你這個怎麼看 你就直接看回這兩條線 然後現在應該是黃色和默色的線 對 所以你就發現了 其實A和C 其實Turnout 其實就是我們本身玩開的Ngly Semicircle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記住 Angle Semicircle 不一定要整個角 你可以分拆上市 就是說你可以把整個半形 斬造不同的圖 而找回圖對應所謂的角 所以為什麼我拍片 經常都強調 就是substandard formula substandard true 就是因為你要明白角 對應的互長 對應的額 角多少 互長就是多少 大加成同一個比例 OK? 而比例就是什麼呢? 就是圓形本身的大小 因為我們說的單位圓就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它不是單位圓 你radius是10的 那就10倍 就不簡單 所以其實 不要想到很複雜 也要記住 因為我們只要處理一個圓形 所以你所有角都是跟於同一個比例 所以大家一起放 明白嗎? 所以你要明白 其實這個數字可以很簡單 這樣做 所以我們搬回來 現在這個scenario 其實我們可以怎麼看呢? 例如這個數字這樣 我們又去notice 首先來說 這個isert triangle 其實很明顯一定要用 因為你想想 如果不用的話 給你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先用著 用之後 也可以想想 其實用完之後 會不會其實那些角 已經告訴你 一些 hint 或者給大家一些 idea 但是你會說 阿sir一開始是半圓形 很麻煩 我不知道究竟 即是so call 我不知道究竟 怎樣入手 那你就不要當是半圓形 拆了一條線 因為這裡可能遮住了我 那你就不要當是半圓形 雖然 其實你半圓形 對於整條數字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你半圓形 只是圓形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覺得 真的很愛眼 不是很習慣 你就補底 補底 其實我想說 其實這個底 真的沒有什麼用 不過不要緊 你喜歡 就先放下去 但你記住 千萬不要說給我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不需要這麼多 但當然 不是叫你不要用 因為其實 看你沒辦法的時候 可能這個就是幫到你 那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 這個就是兩個角線 為什麼 因為TC 和TB 就是那兩條線 是不是 那你就會知道 就是 其實 你的18度 是什麼關係 就和你 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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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因為你發現了 這個角線 你會角到bc 和a.有關係 我特地 用藍色和綠色 為什麼有藍色呢 就是因為 最重要的就是 你看到這條bc的額 對應的角 就是我現在說 藍色的角 就是n b.c 是不是 所以就有些關係 首先你會有這個關係 那 另外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 握對應的角 和綠色 這個a.對應的角 一個減一個 隨而 就是 Exact 就是等同於 那隻c.n. 就是那隻18度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 idea 如果 我們在什麼都不知道 情況之下 我們通常都會用X 都很合理 這個X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用X 即是你用X 你本身計算的角是X 即是你用X就搞定了 剛才都說了 其實 arct的difference 對應 就是那隻18度 OK 當然這隻角 除了2 因為它是在圓周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 這一度 你馬上知道 就是 藍色減綠色就是18度 所以這隻就是X 就是X 這個就是 用回我剛才的 more to learn的概念 你不使用more to learn的概念 其實很容易看到 因為more to learn的概念 即是什麼 即是 就是xd angle triangle 即是 你這隻 18度 再加綠色那隻 就是藍色那隻 那你就已經 找到 兩隻 延長屬X的角 但是你說 扯阿成的困難 兩隻其實都是延長屬X 我也不知道 那個X是多少 手按摩操 看完 我們要找那隻角 我們找那隻角 現在叫CBD CBoyDot 我們又看回它 看見到 它在握什麼 是CD 那這個紅藍綠是什麼概念 就是先我們說的 那個斬件概念 將半圓形 OK 斬成幾份的厄 不一定一樣長的 每個厄 對應那些角 那些角加起來是多少 就是半圓 對應的角 就是90度 所以這個數 其實你馬上就會 做完了 因為其實你已經有齊了 這三個 對應的角 對應的角 然後你就可以 DEDUCE 那條色 就是你的紅ARC 不要跟回次序 就是那個6ARC A. 跟著呢 我們再加 那個紅ARC 即是 DOTC 再加這個藍ARC 叫做CBoy 好 現在我們知道 很肯定知道 現在 你這個 R 加R 加R 是一個SemiCircle 那所以 所以 所以 你會很明顯知道 這個東西 就是說 你的綠色就是x-18 然後 然後 DOTC OK 然後 DOTC 就是x 因為DOTC 對應的就是DOTBOYC CBoy多 就是你要找一個 然後 然後 你 這裡 CBoy 就是對應什麼 CBoy 就是對應C大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一樣 2 就會等於多少 就是 就是 SemiCircle 90度 為什麼90度不是180度 最重要就是 因為 它是圓軸 可以圓深當然是180度 因為你要知道 它半圓 就是x-center 就是本身 半圓的角 就是平角 就是80度 所以如果它在 圓軸上面的 就是分一半 這個也就是 在我們講的 SemiCircle 也說過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所以就做完了 因為其實你有這個做完了 但是當然 你會立即問另一個問題 因為你是香港 香港最喜歡問什麼 就是問 剛剛規矩的 雖然你都知道 現在這個世界 可能有些事情都沒有規矩 但是最重要 有些不知為什麼 有些人都會問 剛剛規矩的 證明是否可以 證明是否可以 證明是否扣分 因為你補習老師這樣教 尤其是 我都說了 補習老師的規限於 他們以前所學的 背freedom 或者背某一些 reasoning的做法 但是希望大家要明白 就是在DSE裡面 其實我們都已經 不要求 我們要寫個reason 要exact和word 一樣 最重要就是 你要知道整個概念 究竟 在圓形上面的角 是代表什麼 或甚至 其實基本上 什麼叫做角 什麼叫做N角 所以你其實 你這裡 如果我真的要 present的話 其實我跟回我寫這兩行 就是寫 因為 A.加Doc.C.加C.B 是一個semicircle 所以 它對應的角 就是x-18 x和x是90度 已經夠了 但是當然 可能你要事前 還要做些功夫 就是說 你首先要事前 還要去 告訴我 A.對應的就是x-18 Doc.C.對應的就是x C.B.對應的就是x 這裡當然要寫一些東西 你就會發現 你的步驟 就和你看到書的modal answer 就是如果你有辦法找到書 或者一些所謂的補習老師 告訴你 的standard method 是省很多功夫 也都最重要就是 你這樣做 不需要再加線 OK 不需要再加線 OK 那你也可能會問 就說 A.SIR你剛才那天就好 為什麼這個也好 其實你要再想一想一想 就是我們看回剛才這個圖 剛才這個圖 我們不要理黃色線 綠色線 黃色線綠色線 就是我告訴你 證明它對 我們只是點黑色線 你會發現了 為什麼我會這麼強調一不過 其實最重要不是一不過 最重要就是 我想希望大家要明白這件事情 其實你會發現了 為什麼你肯定會知道 這三個股票 一定會經過那三個額 而那三個股票 一定會加上半圓 最主要就是 你當某個店開始 當在額某個店叫P開始 其實它的走法就是 它先走去某個位置 這個位置我不知道叫什麼 我例如叫做 給它名字 叫做 叫什麼 叫M1 OK 然後它走到一點 然後它就會想回到 我們本身 我們想考慮 押那個範圍裡面 這樣就叫Q 你就知道 一點去另一點 再去另一點 就會形成這隻角 也會知道 其實那隻角就會 substandard from 你頭尾兩點 所以其實整個 procedure 就是不斷地 你頭尾 在半圓裡面 然後這個尾 再接觸去 抱歉 你會 咦 沒事的 你再接觸它 這樣去 那你當這點叫M2 那你不需要你的M2是變的 因為其實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找一隻角 也最重要就是 頭尾兩點 那你就去R6 然後R6再飛到這點的時候 你就有個S 所以其實你走勻了就是 1 2 3 4 4點 而這4點就代表了整個半圓 明白 所以你這裡也是一樣的 你這裡其實都可以用這樣的想法去想 雖然未必是最一不過 但你也有這個概念 就是因為 你想想 現在我們當這個數這樣 我們由A出發 A首先走去B B走去D 所以你說你就會走到AD D跟著 我這樣畫 A 跟著走去 箭咀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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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 D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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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走就会走错,不应该走出来 这里你不要介意我重复 但anyway,你这样走就可能有点不同 那我们不要这样走,例如A走去B,B就是A 然后我们不介意重复,就是Dock走去B,B就是C,那你就走到另一个鸭 因为你其实Dock something C,就是你Dock C的鸭 然后最后就是C,走去Dock,接着就去B 那你就有整整个图,所以那些线会重复,但最重要的就是 你很害怕T组一定会走到这四点,A.C Boy OK,就是你A something.Dock something C,C something Boy 那你就会走到A.C Boy,而这里所组成的就是你的半圆 OK,所以就做完了 所以你要记住,如果在DSE里面,如果你这样写的时候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千万不要 想着就说我一定要跟着书的写法 书呢,我也是说多一句 可能始终就是 一般的可能一些所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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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教官的者 他们真的 真的还是被一些固有关关关死了 好老实说,其实这个想法都不是我第一个去发现出来的 其实你真的有时间可以上一下外国的一些的数学家网站 例如Akind Academy,或者是一些关于讨论所的discussion forum 其实我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其实欧美国家 其实他们都已经用了 角度去定书的 或者是在书场定书的角度 因为它是radient嘛 所以其实 这个概念我都希望 香港多一些的所谓师 可以去aware自己可以这样做 而令到更多学生可以得到得益 OK 那不好意思,收下了大家的时间 都是那句啦 这段片 那么你们适当地 尽量看你喜欢看的部分 好吗 OK,Thank you,拜拜